用路人在新京路口可要特别注意 9月30号的中午左右在洁安乡华工路段 就有一名许姓富人骑乘机车在新京十字路口 恰巧就碰上横向通行的汽车 因为两车都没有注意到对方 许姓富人是当场被拦腰撞上 整个人腾空翻了一圈才落地 说信在送医之后并没有生命危险 监视器画面中一名许姓富人骑乘机车 在吉安乡华工路段行进一处十字路口时 恰巧碰上一胎要横向通行的汽车 但由于路口没有驾设红绿灯耗制 双方也没有注意到对方来车 硬生生的就拦腰撞上 导致徐姓富人当场被撞飞 腾空翻了一圈才落地 我刚好站这边 你是站完没看到 单纯车祸 只是双方车速快一点 事故造成富人身体差错伤 送医就是城南未受伤 这起车祸事故就发生在9月30号中午左右 进行场面让人看得胆战心惊 富人在倒地后更是久久不起 索性在送医后并没有生命危险 而整起事故的造势责任 则还有带极安分局调查厘清 记者许立清 节目相报导